飞弹划破夜空宛如流星般坠落 俄军祭出7枚S300防空 飞弹突袭乌克兰南部大臣尼古拉耶夫 不过在东部战线同样也是攻击不断 整座建筑物几乎被摧毁 第一线消防和救难人员持续清理现场 民众看着成了废墟的学校 回想起遭遇攻击还心有遗迹 曾经人口超过15万的克拉莫托斯克市 还有邻近的巴赫姆特都成了攻击的新目标 根据东部盾内刺客州警方表示 俄罗斯在当地袭击多达13个村庄 先前有地方政府呼吁居民情况太过危险 不要离开 但随着俄罗斯攻击越来越频繁 准备要求必须尽速撤离 眼看战争越拖越久武器库存耗尽 乌克兰现在要趁胜追击 将西方援助武器投入战场 美国也松口将提供美制战机 包括驾驶等相关人员训练 随着西方国家持续支持 乌克兰俄罗斯反向美国拜登政府 无意为停战做努力还火上浇油 美额紧绷关系空位战争升温 在天柴火 TVBS新闻做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